好,我們講的是這一個,35,叫做Hexus Law Hexus Law是什麼呢? Hexus Law是來自於我們講的conservation of energy 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這裡有一句說話 The total energy change in a chemical reaction is dependent on the root by which the chemical reaction takes place As long as the initial and final conditions are the same 其實告訴你什麼呢?其實是來自於我們講的conservation of matter 我們講的delta H 其實delta H是上次我有講過的 delta H是我們所講的State Function 那麼State Function是什麼呢? 如果我們就這樣看delta H的定義就知道了 delta H的定義就是一個 product的anthropy level 減 reactant的anthropy level 而中間是不需要去理會它們的pathway的 所以看到這句是independence of the root 你會看到這一個就是大家要留意的地方 告訴你什麼呢?其實這些說話是否很新的概念 不是的 有很多時候我們在日常所末中 我們都會有類似的事情 只是計算開始和結束 中間發生什麼事我們是不想知道的 那麼最大的 最厲害的例子是什麼呢? 譬如你說搭鐵路 搭鐵路就是這個很好的例子 就是它們只要叫你進入那個站 以及看你離開的時候 你都卡過那個站 那麼我就按你們入閘和出閘的兩個站之間 有幾個站 然後就收回你多少錢 其實這麼簡單 那麼as on as 你裡面有一個特定的時限 總之你就用它的服務 那麼你怎麼走 你搭什麼ROOTS都好 其實你都是計算這個錢的 可以嗎? 我計算方法也是這樣的 哪怕是如果你是一個 它有限的時間裡面 明明你是想在九龍區的一些站 但是你很喜歡走過過海 可以回到九龍站 as on as on as 出閘 我也是計算入閘和出閘之間的距離 那麼其實這些呢 這些呢 我們都是跟State Function有些類似的概念 只是我們看頭看尾 等等 看頭看尾 中間發生什麼事 我是不需要知道的 那麼 為什麼我們要用這個概念去思考呢? 就是很多時候 有很多的reactions 原來 不是那麼容易 是直接用實驗方法 直接用實驗方法來找出來的 那就麻煩了 所以我們會用一些已知的data 去 indirectly 去推敲我們想要的delta H 簡單來說 是什麼呢? 如果我們假設有 好,我很想知道 由這個chemical A 去到chemical D 去到chemical D 所謂delta H delta H 這樣 這條route 原來我們不可以用 例如實驗方法 來找到出來的 那怎麼辦呢? 不怕 你可以找到另一條route 另一條route 譬如說 A轉B B轉C C轉D 譬如這裡走三站 這三站 各自有一個delta H的數 你也可以計一個這樣的route 2 來取回你的route 1 在數字上 我們不是在說距離 我們在說什麼呢? 我們在說什麼呢? 我們在說delta H 由於我們正在說 enthropy level of reactor 和enthropy level of product的差 所以中間走到哪裏 我們是不需要理回的 我現在要計出 這個delta H1 其實等於什麼呢? 就是delta H2 加delta H3 加delta H4 的sum 的總和 這樣就完了 可以嗎? 這個就是我們所說的 Hexus law 中的精髓 最重要是你找到什麼? 你找到另一條route 是通道的 在replace 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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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到位 那你就走幾條route 去回它那裏 行嗎? 我用數值上去取代 本身那條route 其實對於你來說 我們也不是太route 我們想知道 這條式 就是delta H1 本身的delta H1 由A接到D 到delta H1 所以我們要用這個概念 而概念背後的原理 很簡單 就是能量的守衡定路 以及 本身delta H1 是基於State Function 看頭看尾 Pathway是什麼 我們不需要知道 可以嗎? 如是 其實 講完 這一課講完 我們要知道的就是 Direct Route 就是我們剛才所說 Direct Route 通常我們可能要求數 而 Indirect Route 就是我們要砌一堆的 N-to-P Terms 令到你在數值上等於 Direct Route 1 你就算出這個 Direct Route 後面有很多這些例子 例如說這個 我想知道 就是 比如說 它是Direct Route 加水質 變成CMO 這樣 乎3-394KJ per m 這是Route 1 我也可以找出Route 2 就是 C加半酶O2變成CO 接著就是 CO加半酶O2變成CO2 他們各自有的N-to-P Terms 都可以 而它們的 Mathematical的關係 就是Route 1 計算出來的ΔH,就等於√2加掉那兩個ΔH 所以你會看到-111加-283,都是等於-394 其實意思就是這樣 其實如果這樣做的話,這個好處是什麼呢? 你可以解決了,例如這條式 這個我不知道,我找不到實驗 實驗方法計不到 但我可以用計算方法找到這個答案 可以嗎? 我們要適畫這個框框 我們用什麼方法去計算呢? 有兩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就是使用Cycle MVP Change Cycle 就像輸入圖畫圖1和圖2 在數字上,你把數字組合好 整理解釋方向,整理解釋方向 整理解釋方向,然後把圖1和圖2計算出來的ΔH 便是同樣的 那你就算回答案 我都知道有些人撈亂了,好像以為是ALL CAM 第二個就是,如果我要解決一條比例 亦可以用計數的方法 看到有東西,所有兩邊一樣就調查 調查到最後的顏色,應該等於之前的顏色 這個就叫做Algebra method 即是用數學的方法來處理 可以嗎? 如果我要去計數的時候 如果你是AMC的話,你用這些方法是可以的 總之 whatever works就可以 但如果你在講上邊這個 如果Long Quack 要你指定 要你先畫這個Cycle 然後再繼續計數 近幾年是試過的 所以今天我們這兩個方法都要試一次 等大家拿到一個概念之後應該知道怎麼做 之後做些題目就會比較得心應手 整件事就是這樣 其實要講完 其實要講完 五元氣進來的時候 我告訴你,我們金銅說的東西都差不多講完 只是說了Hexus 然後把Rex1和Rex2 和Rex2 然後再計算 其實就是這樣計算 35.1 我會示範兩個方法 所以可能要一點時間 也會慢一點 因為第一次學會比較亂 譬如這條 現在先給了一個畫的版本 現在是這些MVP Terms 1,2 然後想找這個 想找這個 想找這些MVP Terms 這個就是Reactor 這個加上就是Product 即是說這邊就是Product 而這邊就是Reactor 那你就畫了這個 可以嗎? 可以嗎? 我想找的就是這個 不知道的 還未知道的 我想知道 我可以知道的 就是有以下這兩條Buffet OK?可以嗎? 好了 現在就求Delta Hx 和Delta Hy 是什麼 Delta Hx是什麼? 不用怕 因為你看到的就是 東西是一模一樣的 對吧? 所以你會看到就是 這個 我用兩隻顏色筆 因為開始會很亂 所以你要看著 我會找兩隻顏色筆 來做顯示 第一個 第一個 第一個就是 先插了箭嘴 第一個就是這個 N2加O2變成Cl2 其實就等於N2加O2變成Cl2 對不對? 這樣就變成兩個 NO3 Gas 你留意著 箭嘴的方向是這樣的 因爲 因為這個是等於 這個 正103 真的嗎? 這個就是 正103 KJ 然後就看看 另一條色 另一條色 比較難處理 就是 NO加CO2 但是 問題就是 上面沒有NO加CO2 不過 你就不要怕 你會看到什麼 就是 但是我會看到什麼 就是N2加O2 OK? 接著就是 2NO 可以嗎? 如果這樣的話 你就會發現 這個是這條色的reactor 對不對? 這邊的色 就是它的product 就是說 這樣走 就是 負180 kJ 現在的問題就差 現在就問你這個方向 這個方向是什麼? 就是 負號 減負180 就是 正180 kJ 可以嗎? 可以嗎? 所以 你會看到 我們開始 用很多顏色筆 去顯示 因為它就開始亂了 這些東西 好了 那為什麼這樣 阿sr 你有沒有留意到 這裡寫的CL2 這裡寫的CL2 和這裡寫的CL2 一模一樣 就是說 在數學上 其實這兩個 是可以選擇的 可以選擇的 那你就會看到 這個藍色 就等於這個藍色 左邊 兩個NO 就等於N2加O2的價值 但是 我們沒有發覺 在這個範圍裡面 為什麼我都要寫這個CL2 上去呢? 有人回答 比如說 既然他說差了 那就是多了 多了的話 為什麼要寫下去呢? 同時你有沒有留意到 每一個架裡面 那些elements 那些粒子的數量 有什麼關係? 沒有一樣東西叫 conservation of element 叫做 conservation of matter 物質守恆定律 OK? 物質守恆定律 就是說 我們左邊有的東西 就等於右邊有的東西 講理所的bounce equation 我們已經學過這個東西了 所以現在你會發覺 每一個pink box 裡面 有的粒子 即是用原素 逐個逐個數的粒子 其實都是一樣的 OK? 那條問題問你了 如果我想問 兩個NOCl Gas 變成兩個NO加一個Cl2 所用的mw change OK? 那你根據hex law 你會計到什麼呢? 根據hex law 你應該要寫回 你應該寫回 就是delta hx OK? delta hx 加delta hx OK? delta hx 加delta hr 的reaction 就等於什麼? 就等於delta hy OK? 那現在我想問 這個delta hr 所以其實是什麼呢? 就等於負 減 delta hx 再加delta hy 這麼多 OK? 所以就等於什麼? 就等於 就是 減 x 這個 x 就是減 減 減正103 這些東西 開始會亂了 然後加 delta hr delta hr 就是什麼呢? 最後得出答案 是正77 OK? 正77 Kj 那就是 permode 那你放下 這條色 是在說 所有的permode 都是per這條色的 OK? 還不明白 這裡說什麼? 或者第二個想法是什麼呢? 如果你用回 root1、root2的想法 就可以這樣 這個叫做root1 好嗎? 而這個呢? 就是root2 root1計算出來的數 當然是root2的數 所以你一開始會這樣寫 delta hr r 就等於什麼呢? 就等於 這樣 逆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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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照寫 加 delta y extended state 其實這條寫的寫法 和下面的寫法 是一模一樣的 都是運用回 hazard law OK? 是否可以 可以 是否可以 是否可以 怎樣 有兩個在喝咖啡的兩個 可以回來嗎? 對 怎樣? 好 接著呢 我們會去到 這裡 第二條呢 就藍 跟到嗎? 跟到嗎? OK 第二條 第二條呢 就是 開始有點複雜 然後 他就說 有些 藥物 有什麼 鮮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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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大抽 那個 Overall reaction 就是 這條色 Overall reaction 就是這條色 有以下 Given data Calculate MVP change of this and this from this and this and this 即是等於這條色 他想問這條色的 delta r 對不對? 他想問這個色 有沒有寫 Standard State 其實是沒有寫的 所以這裡就先畫 這裡沒有寫的 好了 那就要計算這條色 那怎麼辦呢? 現在呢 我會示範兩個方法 在白板上 讓你知道發生什麼事 是不是有帶書的? 有帶書 我現在蓋了白板上的東西 書裡面的東西 兩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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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用LGBIC method 第二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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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做就是 用LGBCycle 可以嗎? LGBCycle 如果你問我 我們想做的 那條色 是 最後我們是 C6H4O2 就是要寫這個 C6H4 就寫這個 第一條色 我們要知道 加H2O2 接著就變成 C6H4O2 加兩個H2O2 這個DELTAHR 這個DELTAHR 就是我想找的 我想找的 那現在呢 就要把 上面 下面的 三條 EQUATION EQUATION 1 2 3 你就要做少少 MODIFICATION 令到 你們呢 要推得回 這塊東西出來 可以嗎? 明白嗎? 所以 你要做這塊東西 那時候 你就麻煩了 你要怎樣做呢? 是吧? 那 我們 看看 如何 白板 然後 我看看白板 如何展示 很麻煩 白板 現在 會不會看到 又有書 和白板 一起 還是只有白板 算了 那 沒辦法 是它的功能 不算 好 那我們 就由這裏 開始講起 先 我們呢 就要想找 本身 EQUATION 1 有的東西 你會發覺 由Reaktion 開始想起 紅色筆 紅色筆 這塊東西 就等於 這塊東西 再加 H2 即是EQUATION 1 你可以直接 把EQUATION 1 寫一次 就是 C6 H 4 OH 2 就是 AQ 變成 C6 H4 O2 AQ 再加 H2 是吧? 你會這樣寫 你會寫到 你會看到 這兩塊一樣 那這個數 就會是 正177 OK 但是 問題是 那些 H2 不存在 怎麼辦呢 我們還未 左手邊 所以 你又要照舊 就組成 H2 O2 如何組成 照抄 在左手邊 但是 哪一條顏色 會有類似 這件事呢 就是 第二條顏色 第二條顏色要怎樣呢 要減掉 可以嗎 因為 我現在寫了一條顏色 明白嗎 明白嗎 那就寫了第二條顏色 寫了第二條顏色的時候 你會發現 這裡 就等於下面那一塊 好了 然後這裡等於什麼呢 就是 減 負 191 減負191 等等 因為我剛才說了 是第二條顏色 反過來 等等 所以就寫 減負191 第三 我還剩下什麼 還未解決呢 就是 SIR 你還有一條顏色 還未寫 還未處理 是啊 就是什麼呢 這個 兩個水 兩個水 比較麻煩 兩個水 寫 H2O 哪裏有條顏色呢 有水 就是第三條顏色 不過第三條顏色只有一個 所以第三條顏色 就要乘二 可以嗎 如果乘二的話 就變成兩個H2O gas 再加1mol O2 變成兩個H2O 然後我們看到我降低的東西 就變成了 可以嗎 可以嗎 OK 如果這條顏色是這樣的話 即是等於 乎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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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六 乎二八十六 好了 你有沒有留意到 其實這裏 有些奇怪的東西 就是這些 兩個H2 怎麼辦 兩個H2 是塗了 看到嗎 因為左右兩邊一樣 接著 O2 左右兩邊都是一樣的 而Mol數也是一樣的 即是說 我現在做了什麼呢 我會把這三條顏色 OK 我現在就把這三條顏色 我用我的減號 或者乘排撥倍數 我把它加進去 令我組成這條顏色 可以嗎 這就是我所說的 整體的反應 可以嗎 所以 本身這條顏色的 ΔH 這條顏色的反應 就會等於什麼呢 就是把上面這條顏色 加這條顏色 加這條顏色 就可以了 可以嗎 即是說 就是正177 明白嗎 然後再加什麼 就是加正191 現在變成正191 再加2 乘負286 這樣就得出 那個數就是 負204kJ 今次的所謂的 permol 是正在提供這條顏色的 真的嗎 OK 可以嗎 這個就是我所說的method 1 有沒有問題 然後我們去method 2 那我如何演繹 剛才左邊的東西 就是用ethlpcycle畫 是可以的 是沒有問題的 應該可以怎樣做呢 就好像左手邊一樣 我們也是 寫回這一塊 這一塊 這塊的東西先 就是說 即是說 是 c 這塊的東西 我先插了這邊 這邊一點點 有一點點阻礙 好了 那我們就要做什麼呢 我就要把剛才左手邊要計的東西 寫碼層 這個就是reactin 右手邊就是product reactin 把reactin寫一次 c6 h4 o2 aq 再加 h2 o2 aq 跟著 就變成 c6 h4 o2 aq 再加 兩個h2o 我求 就求這個delta h of reaction 這個就是我們想知道的數 好了 算到什麼呢 我就要像剛才那樣 我把看到的東西 我又要寫上去 我寫到什麼呢 我用紅色筆做顯示 這個東西 是有的 是有的 可以嗎 這個箭墜呢 我可以寫到什麼呢 就是delta h 的第一條式 就是177kJ 就是177kJ 可以嗎 這是這個數 我們可能太小了 所以我就不寫那個數字 然後做什麼呢 我就要把我們有的東西 全部寫上去 就是 變成C6h4 bracket oh2 aq 然後就是c6h4o2 這個變回o2 將要寫的東西 變回o2 c6h4o2 aq 加h2 這塊 就等於剛才的h1的東西 可以嗎 好了 另外還有什麼還沒寫呢 你有沒有發現那個h2o2 在這裡 對 h2o2寫下去 我們就出現了第一個框 真的嗎 那就是conservation of metal 看到嗎 這裡的h2o2 和左手上面和下面的h2o2 拆掉的時候 其實就等於 紅色不過調色 好嗎 好了 然後你就麻煩了 你就要做回 好像旁邊一樣 你要找回哪一條色 是跟h2o2有關 就是橙色不過的 h2o2 就是這條色 啊 藍色 sorry 看錯了 藍色的條色 當藍色的條色 那我要做什麼呢 我就要再畫過來這邊 就畫下面一個架 就是什麼 就是h2o2 就等於h2o2 就等於h2o2 就是delta h2 這條色 就是這裡 但是你寫了藍色 那紅色筆那些是怎樣 紅色筆在這條色裡面 就沒有反應 即是沒有做過任何反應 所以你應該寫什麼 就寫C6x4o2 aq 加h2 照抄上去 如是者 就出現了 第二條色 可以陷入了 可以嗎 可以嗎 你明白嗎 這裡 好了 這裡就是delta h2 那你見到 就是 最後 就要把product 和這裡連在一起 對不對 product 和剛才那樣連在一起 那怎樣連呢 那我就要借助 橙色筆調色 那橙色筆調色 那橙色筆調色 你就看到兩個x2o 兩個x2o 兩個x2o 加一個out 所以呢 其實這條箭嘴就這樣走 就對了 就對了 就是delta h3 就乘2 OK 其實這條色 最後 你畫的 那你多出那個c6x4o2 有沒有變 跟上面的c6x4o2 一樣 看到嗎 一模一樣 其實這條色等於delta h3乘2 明白嗎 到最後 其實根據hex law 在說什麼 這條delta h1 就是delta h1 減delta h2 加delta h3 bracket乘2 可以嗎 那等於什麼呢 其實等於 正177 減delta h2 好嗎 負191 再加 負286 乘2 那你用這個方法計 你都可以計到204kJ 一模一樣 可以嗎 所以 但是那個表達方式 是有五個一樣的 OK 那我今天就很仔細地講一講 用兩個方法 大家 感覺如何 好嗎 可以嗎 可以的 可以的給我 麻煩你 沒有嗎 不可以的交叉 可以的交叉 不可以的交叉 不是拿個Screen 不要搞我的Screen 麻煩你 不要搞那個Screen 因為有些人正在找 這裏 看到有一個功能嗎 即是我們那個 會議 你們那個 那條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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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的交叉 那些 你會不會 prefer method 1 呢 予以看一下 題目 有沒有指定 有時候 如果題目指定的話 你就要 寫 要跟某些方法 但通常指定 都是指定 method 2 要不就不指定 一指定 就要迫你 method 2 可以的 有條同學問 為何這套要成2 有人答到嗎 剛剛橙色筆這個 為何要成2 有人答到嗎 這個 為何要成2 對 對 因為 你要形成1mol的水 是-286kJb 現在是2mol的水 那你就要成2 可以嗎 好了 是不是卡了 現在給你卡了 乾淨版 卡吧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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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到呢 這樣就 是不是好感覺呢 這個 好感覺的話 我們就做 多一條題目 慢慢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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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只有36分 我們就做 就是做後面的五條MC 2 3 4 5 第68頁 我們看到MC 我們看能否轉回 Long Quack 如果真的要你畫 那一個細部 2 2 3 4 5 6 你覺得Method 1比較容易 還是Method 2比較容易 應該是1 1 會比較容易 所以我們現在針對著 就要你畫2 你要畫就畫2 畫1就太簡單了 是啊 問了你1 那你就要做2 那我們先去Cuture Exercise 68 68頁 你說什麼啊 你和你說誰 是啊 我沒有知做什麼 為什麼無端 我就是自責 那不要自責 唉呀 真可憐 為什麼讀CAM 讀到要思考人心目 這樣不行 好了 那麼 第二條 是時候 這些 這些 給了一個Cycle 這些 我們 等一下 開始要畫 其他要自己畫 第二條 Consider Following AmpliP Cycle 蛤 是不是B 又不是B 玩完 B 那些 有人 答B 為什麼會這麼容易搞錯呢 其實就是 那些倍數 方向性 那些是很容易搞錯的 OK 所以 所以 你看看 Delta H of the reaction from Y from Y 和X 到Y 在這條蛇 現在說的是這個 行不行 那我怎樣做呢 其實就是 方向是這樣的 方向是這樣的 行不行 那現在呢 就是 你要把 兩條 Pathway 等同回去 那如果你想把 X 變成Y 就是reaction product 這個就是 假設就是這個 所以 Delta H 等於 什麼呢 這個 叫做 root 1 root 2 就這樣的 這個就是root 2 那root 2呢 那我就要做什麼呢 root 2就是把這個 逆線行車 等於什麼 逆線行車 那 就要減 OK 就是減 負50 跟著 順線行車 那這個就是什麼 加 負210 跟著這裡 順時行車 就看到了什麼 加 正 74 OK 所以你計到什麼呢 應該是計到負2 負210 再加 看到嗎 這個負負得正 就加 124 OK 那就等於什麼 就負86 kilo 兆 這些題目 其實你看看就很簡單 不過很多人都會搞錯 什麼呢 那些政府 一搞錯政府 就算錯了 還有那些政府怎麼來呢 就好看我們本身的方向性 有沒有留意著 方向性 如果同學是 方向性的概念是不OK的話 你就玩完了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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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問題 問 為什麼胡佳麟要離開 為什麼要作課 還是去到這個題目 很想作課 立刻很想作課 他明白了 所以說要離開 我知道了 我明白了 我感覺到 所以覺得 嘩 這麼簡單 然後 李同就自責了 就說自己 為什麼會 說 這麼 這麼 很愚蠢 啊 明白了 明白了 好 然後我們就看一看 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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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條 就要你找出 他們的相互之家的關係 這個簡單 對吧 第三 你想計算一下 的 也只是留溫一下 就是REATM 這個就是我們所說的REATM 這個就是我們的Product 這樣叫做REATM1 REATM2 就是這樣的 可以嗎 REATM2 是這樣的 你就想一下 逆線行車 就是什麼 就是 負 DELTA H1 可以嗎 然後就是順時行車 這個就是正好正好 所以答案就是 A 按不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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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不硬 這個 就是一片的蛋糕 好 第四條 第四條 想找這條繩 計算它的NWB range 那我就要畫它的cycle 怎樣畫 逼大家要畫cycle 會畫 JIL-SULFUR-SOLID-3O2 接著就得出 兩個SO3GAS DELTAHR 這就是我想計算的數 然後我就要像剛才這樣 我就要找回本身這些式 拼上去 S O2 O2 然後變成SO2 我就要這樣寫 但是問題就來了 兩個S 即是說這裡應該是兩個S 加兩個O2 變成兩個SO2 而這裡是乘2 是不是 我待會要做類似的事情 可以嗎 即是說這條式是DELTAH1乘2 我要做什麼呢 就變成兩個SO2 但是問題是這裡用了兩個 所以你要剩下一個 寫出來 是不是 剩下一個O2 寫出來 明明我這裡說什麼 即是這個所謂的三個O2 其實是2加1 兩個O2加一個O2 兩個O2 是3個O2 是3個O2 是2加1 是3個O2 是3個O2 2加1是3 是明白的 剛才問號的人是否明白的 2加1是3 不明白的 是3個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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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然後 之後 是2個O2 2個 2個O2加2 O2 2個O2加2O2 2個O2加2O2 2ka2oks 2O2加2 O2 reaction 在這裏,product 在這裏 root 1 在這裏,root 2 是什麼? root 2 是這樣的 所以delta hr 就是delta h1乘2 再加delta h2 所以就是-297乘2加-198 那些加加減減,正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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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 就自己搞定了 有些人可能這些都會計錯的 那我幫不了你 回答你這樣 還有兩條 要你們去計 要你們去計 上面,要畫這些sizego 現在要畫Cycle 例如這個 第五條 Cup-up Reacts with Ocogen to Form This 相計這個 又來了 又是畫六次的Cycle Method 那你又會怎樣畫呢 在上面畫 畫四個CuO Solid 變成2Cu2O Solid 加O2 這就是我想找的DHR 我畫一個架給它 不要亂 之後做什麼呢 就是把上面有的東西拼回去 第一個就是CuO 那CuO怎樣拼呢 最有可能是拼這塊的 是吧 這塊 重要是怎樣呢 重要是4 即是這條式就是乘2 即是這裡就變成4 2 4 這裡是2乘 可以嗎 OK 這裡就繼續乘2 那我就要寫這塊東西 按回箭咀 這個就叫做Delta H乘2 1 DH1 就是乘2 可以嗎 然後呢 就變成什麼呢 變成4 CuSolid 加2O2 你留意著 我現在畫的東西 和上面的架數一樣 都是4Cu 4O 可以嗎 明白嗎 明白嗎 然後第二條式 就是2個Cu加半molO2 就變成 這個 的CuO 一個問題就來了 那你這條式又要做什麼呢 這條式又要乘2 可以嗎 這條式又要乘2 整條式乘2 所以這條式 就走到這裡 的話 就應該是Delta H乘2 乘2 那你信不信由 你要檢查這些數 4 這個什麼 1 2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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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 4 5 4 2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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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明白嗎? 所以最後這條式的equation R 就等於什麼? 就等於delta H1乘2 再加delta H2乘2 看到這種東西?逆線行車 所以這個是要給它一個負的 可以嗎?負delta H1乘2 加delta H2乘2 可以嗎? 這個要給它一個負的 反過來要給它一個負 可以嗎? 第五條 答案是D 按一下 No什麼? No problem? Not feeling well 就今晚投下我睡覺 今天要看醫生 第六條 第六條 第六條就要計 是否里酮? 里酮? 又跟不上 接著就是第六條 Methanol can be produced 由methanol 由methanol 由2-step process 第一步就是這樣 大家留意一下 這些是steam 變成CO-H2 接著就是consider foreign chemical change betweenmethanol and steam 又來 對 又來了 又要你計算出來 那什麼呢? 又是很不厭其煩的 你畫回它的cycle 我給你們一點時間 你又自己畫過cycle 畫了之後 如果你做得怎樣 就post出來 就是丟出來 post出來 然後大家一起參考一下 看看你有沒有看 可以嗎? 這個就是照抄 這個就是我們所說delta-r 可以嗎? 接著剩下什麼呢? 剩下就是 我們要把這裏的三條色 就按一下他們的數 就逐個陷入 其實每次最麻煩 就是這個位置 好了 C-H4-H2O-steam 這裏有哪些色 這條 對嗎? 這條 對嗎? 這條有的 但是箭嘴是反過來的 所以應該是什麼? H2O-steam 就是H2-gas 加半mol-O2-gas 這條色就是delta-h2 我當這是1,2,3 應該明白 這個delta-h2 這樣戰略方向調分轉 就等於你便宜 接著 CH4沒有反應 CH4就是這樣的 可以嗎? 可以嗎? 就得出這一塊 第二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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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怎樣拼嗎? 譬如delta-h1那些 可以用delta-h1 Lt-h1 co 加兩個O2 這個 是嗎? 就是這樣 CO 答案問題來了 SIR 半mol-O2 沒有 是呀 沒有 寫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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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它 寫了給它之後 沒有意思 這裏全部都寫了 否則 就不是conservation of matter 全部都寫下去 寫了之後 那怎麼辦呢? 就會得出 CO2 OK 這裏有CO2 剩下的是什麼? 還沒寫的 那是3H2 通常都會亂 和自己數一數 一起 一個C OK 接著就 兩個O 六個H 一個C 兩個O 六個H 一個C 兩個O 六個H 一個C 一個C 兩個O 六個H 對 現在是對的 可以嗎? 寫了這個之後 就是 Delta H 這個 應該是Delta H 1 就是這個方向 那Delta H3 怎麼寫呢? 那你就檢查一下 是不是這個顏色 那 C H 是不是 是不是 那 你就會成了 C H4 加兩個O OK 就變成 CO2 加兩個H2O 奇怪 這個 那怎麼辦呢? C H4 加兩個O2 兩個O2 那這裡 又不齊 那 就加 CO2 加兩個H2O 不齊 怎麼辦呢? 這個 這個 卡住了 這個卡住了 那你怎麼畫 完成 完成 怎麼做 有文字路應該應該怎麼做呢? 其實這個戰是最麻煩的 有文字路應該會怎麼做呢? 是的 其實應該有些事 奇怪怪的 是的 你要留意一下 這裏負8803的位置應該是CH4加2O2 這裏只有一個 你要兩個 所以似乎上面的Steam的顏色就要花點功夫 第二個問題,你看看這條色的H2 右邊又是3個H2 這裏又可以怎樣呢 你再加多一個O2 那就試一下 如果再加多一個O2 我再加多一個O2 這裏有兩個,這裏要加多一個O2 加多一個O2 然後加多一個O2 然後你會做什麼 然後CH4 加兩個O2 出現了 加兩個O2 變成做 變成做什麼呢 變成做 CO2 再加兩個Steam 但是兩個Steam又在哪裏呢 又不見了 不見了兩個Steam 那怎麼辦呢 現在的 沒關係 再說 你怎麼會出現 天啊 黑色是這條色 現在會這麼麻煩 怎麼會這樣 為什麼欠那麼多 天啊 怎麼都告訴我 為什麼呢? Delta-H3已經在這裏 應該在這裏 那怎麼辦? 對了,如果你要看 似乎如果你要把O2,H2 最後要塗掉它 那這樣怎麼塗呢? C2加兩個steam 那steam在哪裏? 你就會把steam在這裏 當我寫了steam之後 這裏是不是要寫兩個steam 這裏要寫兩個steam 而這裏呢? 就要寫兩個steam 好,看到什麼? 一個steam加兩個steam 總共有幾個steam? 三個steam 這裏有三個steam 這裏有三個steam 看不看嗎? 我先寫一下 好了 如果這裏是三個steam 那下面呢 這條色的 那個倍數 就不是這樣計算了 應該是這個乘3 3個steam 那這裏要乘3 如果這個steam乘3 應該就是3個H2 OK 那3個H2 再加3 O2 可以嗎? 但問題就是 這裏 這裏 還未做得清清楚 這裏 這裏應該怎麼辦? 這裏 可不可以 rearrange 半個O2 加半個O2 半個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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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一個O2 一個O2 一個O2 變成一個 即是兩個 是嗎? 兩個 是對的 接著第二 三個H2 如果你要寫這裏 是三個H2 應該要怎樣? 兩個O2 兩個O2 steam 等於什麼? 兩個O2 steam 這裏 文色寫 這裏 推出這裏 3分2 對 三個H2 接著呢 再 再 O2 O2 O2幾個? 對 3 over2 有文色寫這裏 有文色寫這裏 H2 1 H2 在把 那裏 進去 H2 H2 t 3 2 3 三個O2 你剛才這裏是3over2 3over2也有3over2 加上是多少? 就是3 有多亂呢? 這裏不是3 寫3,你明白嗎? 因為這裏有3over2多了 所以你可以這樣寫的 寫不寫得到 這個你明白嗎? 3over2再加3over2 那就等於這個 可以嗎? 明白嗎? 接著一個C 你剛才計算到這裏 你刷了它 接著怎樣? 數到DeltaH3 你看一下DeltaH3的數 對不對? 一個CH4 一個CH4 加兩個O2 這裏應該用剩一個O2 對不對? 兩個O2 用剩一個 然後呢 然後呢 就變成一個CO2 加兩個H2 兩個H2 是免的 剛才不是說用剩一個O2 一個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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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已經做完了 現在要先做的 那些很多 全都會有幾個O2 2 或是一個O2 我會想測試 真的是那些O2 是的,還有一些Manager 總共要的一個碳 應該要有一個碳 最後要平衡一下 一個碳 幾個H 4H 然後 4H不止 6加4 10H 10H 一個碳 4H幾個澳 3加6O 6O CHO 現在再看一次 齊尾 這裡 6H 4O 10H 6O 一個碳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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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碳 10H 10H 對 然後6O 對 然後一個碳 看到嗎? 一個碳 10H 6O 齊 對 對 對 做完 做完 不亂了 做完 對 就是 其實 就是 DELTA H 2 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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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算了 答案是多少 B 做完 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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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丟了條文件調查 問問大家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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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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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 你就要做什麼 你就要計算每個格子裡面的東西 要是齊數的 真的嗎 所以你會見到這裡 最麻煩就是這個位置 對不對 最麻煩就是 計算本身 你們的 比例 那些框框 都要計算 計算所有 可以嗎 OK 這條是最好玩的 這條 第六條 就 剛剛這條 第六條 是最好玩的 所以就是 三隻手指 當然 有同學說 如果我要計算 algebra method 不用這麼害怕 你回去自己做algebra method 你解決也解決 不過 為什麼 你畫這個 cycle 比較麻煩呢 就是 你又要顧及每個框框裡面 所有的 particle 要保存 所以你會發覺 很難的 很難要做得到 我 remove all notes 好啊 可以嗎 這是最麻煩的 但是 當我剛剛 慢慢地加進去的時候 原來有些可以化整為零 一化整為零 那時候 你就可以計算得到 行嗎 行嗎 好 我們看看你們的調查結果 調查結果 就是你們的 level of understanding hex law 有7-8 比較多 algebra method 有5-6-7-8 比較多 而用cycle 只有3-4 好 那就是告訴大家 結論是什麼 明天開始 我們 要克服這個恐懼 我們要繼續畫 cycle 畫到 會畫為止 OK OK 哈哈 對了 就是這樣 我們終止問卷調查 這個也挺有趣的 可以不可以 這個問卷了一些 OK 這個 好 就是這樣 好嗎 好嗎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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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拜拜 好 好 好